中国女星郑爽拥有甜美的外形 凭借出言微微一笑很清晨而人气攀升 不料她于2021年 因戴云生子逃漏税等争议 遭到中国官方全面封杀 逐渐消失在娱乐圈 经营有网友在社群平台疯传 民众偶遇郑爽拍下的照片 只见照片中的她穿着打扮十分休闲 不过郑爽的脸但似乎有些原论 发际线也往后移了不少 惊人的变化 令网友直呼不敢相信这是她 不过还是有部分粉丝认为 这根本就不是郑爽真实的样子 而是有心人士恶意修图 试图丑化郑爽的形象 同时又有人晒出郑爽 以同样的造型合照的照片 表示该合照已是三月时的旧照 事实上郑爽已在今年 开设了新的工作室账号 不时会晒出照片和粉丝分享生活日常 生活似乎也过得非常优先 气色也相当不错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